主北六家,原名为六张黎 早期住户几乎全部都是灵性人家 清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 林爽文事件发生 林先坤号召乡名组成义勇军 协助清廷贫乱,破搬包中匾额 道光十一年,西元一八三一年 林家第三代,林神包,高仲乡士无举 随即在次年创建问礼堂 嘉庆二十三年,清廷四陵氏父子为奉执代夫 于是在问礼堂右侧,新建燕尾寺屋脊的代夫地 与问礼堂并称为南北双厅文武双举 问礼堂是一栋坐东南朝西北的古厕 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 前后三镜 左右各有跨院客房的四合院建筑 面积约有三百平方公尺 堂前唯一矮墙形成中庭 院内石器台基、石门枕、砖科拱门 横批精致窗雕刻等 充分展现古老建筑艺术之美 室内原供奉玄天上帝及清朝四班的圣旨 林家族人也称之为北地厅 他是族人的议事堂 也是族长调解族人纷争的裁判所 整座建筑群中唯一使用砖窗的左右两侧厢房 一说是拘近犯人的看守所 另外一说是林氏家业正望时的金库 温礼堂目前也已编列为国家的三级古迹 县政府有意将它规划成为地方的文石展示中心 温礼堂在格局上可说是三堂四横的大宅院 但整体上是由一个四合院所构成 两旁家建横屋 和院后方再加一座五开间的房屋 称为枕头杠 和院中间有一个天井 为前堂与正堂的中介空间 左右的南北厢房和横屋间也有天井 以达到通风采光的功能 在构造上 温礼堂可说反映出客家建筑的特色 在墙身部分 底部下段以卵石垃墙角 上部则以一层灰砖来收边 在承接土角砖墙 外表涂上一层白色灰泥 内部多为土鑿砖垒气 屋顶没有纤细的翘脊 吴婆以尊卑蓄位逐次降低 正厅部分和厢房均为火形山墙 两侧较低 屋顶则为水形山墙 大木结构多为硬山割领 兼或采用穿斗式构造 正厅及领下 保有越东建筑常见的副领 相当具有客家人简朴的性格 温礼堂后方的石造小词 其内供奉猪阿罗牌位 又称为猪罗伯宫 猪阿罗为林先坤的仆人 一生追随林先坤 建立六章离家业 在乾隆末年死于敏月泄斗 林家人为了感念其忠勇 特地将其衣冠葬在此地 并建小祠祭祀 林家后代至今仍定期祭拜 事实上 问礼堂的建筑年代 叫林家来台族的故居 大夫弟要晚 一直要到清道光十一年 七元一八三一年 林家来台第四代 林先坤的第三个儿子 林国宝之子 林秋华 在乡市高中无举人 返回原乡广东饶品主祠 祭祖立为后 依景荣归 林国宝因此在六章离 就是今天的六家城东挖土填池 创建问礼堂 作为接待宾客之用 六章离林氏 自林先坤以下 一门俊艳 当其全盛时期 来访宾客及门生 故旧落意不绝 由于当年交通不便 因此以问礼堂之 左右跨院 全充客房提供住宿 而另外一个作用 是作为父子兄弟之 办公议事场所 温礼堂建构之前 家族议事号令 在善庆堂 就是今天的代夫弟 温礼堂建妥之后 善庆堂专以 重祀祖先 温礼堂为林国堡 处理日常公务 及足重议事之场所 温礼堂前 为一个大合成 是全聚落 寨稻子的广场 并且与代夫弟 共同围缩 这个开放空间 因此温礼堂 可说是 灵性聚落的中心 目前合成前方 仍保留旗干坐 经过一百多年的 环境变迁 也只能透过环境 所遗留下来的 蛛丝马迹 来感受当时林家 叱咤风云的场面了 环境变迁 名列台湾十大古宅之一的 彰化永静 鱼三馆 是创建于清光绪十年 西元1884年 完成在光绪十七年 距今已经有 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整体造型典雅 混合闽南及越东之传统建筑特色 民国七十五年 遭伟恩台风 毁损严重 近年整修完成 以恢复昔日旧关 宅地取名为余三馆 乃是为纪念祖先 艰难创业 垂流后代 此后应则世代子孙 多福多寿多子孙的含义 余三馆的历史 大约可追溯到清康熙末年 陈氏祖先 自大陆广东渡海来台 在彰化永静地区 开墾定居 后来陈氏致富 成为地方望族 曾建一大屋 名为大公宅 以作为后代子孙的居处 可惜这座大屋 毁于道光六年 西元1826年的 敏月泄斗 同志十一年 西元1872年 陈家子孙 在原大公宅废墟上 重建唐室 以供奉祖先 到了清光绪年间 西元1884年 在扩大原有规模 建大屋 历时七年半 完成一座三合院的 大宅院 余三馆 余三馆 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大宅院 队内充满凝聚向心力 队外展现防御性的传统风貌 在大错完成后 兄长陈友公 分得正身左侧及左护龙 地 陈润身 分得正身右侧及右护龙 前则有门楼一座 上面悬有 光绪及丑年 七元1889年所立之 余三馆匾一幅 进入大门之后 中以矮墙 本大臣为内外 整座宅地 坐西朝东 取紫契东来之意 格局为三合院 前有水池及门楼 正堂前戴轩亭 外户龙比内户龙长 这种布局称为一字二弯 是闽南与越东一带 常见之传统建筑 正堂前之 轩亭是整座宅院雕刻 彩绘最精美之处 门楼上悬有 初见主人陈友光 在同志十二年所得功名 而立之 贡元匾 堂内布置太师椅 八仙桌 贡桌 以及恩寿贡元 陈君敬士 执事牌两对 都保持相当完整 堂上祭祀 自沐渊宫以下 十四世之先祖 命名为 创垂堂 以感念先人 创立家业 垂留后世之得意 正深是七间起 左右护龙各为五间起 中间民间木构架 为三通六瓜 雕画 雕画精美 室内壁堵 侍女 小孩图 珠红 及黑底金线装饰 吉祥图案 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壁堵 由永静人士 魏统勋法书 以黑框 红底金字的家训 呈现出 鱼三 陈家 忠厚 传家园的意味 正天外侧 隔板上 浮雕 白发 鱼手 直善侍女 皆相当有水准 镇深厅前 有四脚拜庭 以四根龙眼缩木柱为架构 台积高约五十公分 与镇深台积同高 这座轩亭屋顶架构 为六架卷棚歇山市 并有优美的曲线起窍 沿下六架四瓜结构 是鱼三馆雕刻彩绘精华 轩亭 与两侧护龙屋顶 有六个鲤鱼漏水孔 下雨时 雨水急于天沟 自鱼口吐出 成为趣味景观 左右护龙与镇深相较 是属于次要从属的地位 但在格局上 仍是独立完整的 以中央厅为核心 左右相对称 门门上挂立山 雷则横扁 鼠笔光绪极丑众东上晚 新新轩主人书 这新新轩主人 即为陈有光本人 陈姓也是 顺的后代 顺曾耕于立山 补于雷泽 事迹建于二十四孝 孝感动天的故事中 所以在护龙厅 悬立山雷泽匾 一世不忘 门帘都以鱼三为寒首帘 鱼三馆除主题建筑外 在门楼外也有一方池 长约二十公尺 宽约五公尺 是创建时旧有的古池 日具时期是神社公园的一部分 在池边设有北白川宫 能久清王 谢遗迹牌一座 渔三馆目前是隔着农田 面对马路 整个三合院向东偏南 在该村村庙五福宫的祭祀圈中 是属田浅角 对南港西的老一辈称田浅 人家就知道是鱼三馆一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